女儿对着一团面粉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这煽动地摇的动静 瞬间迎来了母亲更加的不满 在喋喋不休的责骂中 还不忘对女儿非主流的发型 进行了一顿嘲讽 说她邋里邋遢的 反正在母亲的眼里 这个女儿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母亲满意的 相比一边的大女儿 母亲却是疼爱有加 生怕让大女儿受到了一点点的累 这也正是二女儿之所以心中感到无比不满的地方 二妹看不惯为什么只有大姐可以做着轻松的事 便开口让大姐过来帮忙佛面 大姐并没有觉得什么准备前去 却被母亲给拦了下来 因为母亲觉得大女儿穿着名贵的衣服和面会被弄脏了 终于爆发的二妹连带着母亲自私的行为数落了一顿 母亲听后直接被气得将一袋面粉全部撒到了二女儿身上 最后一个美好的家庭巨摊就这样不欢而散 二妹气急而去 三妹追出来想扶去二姐心中的不满 不想破坏了姐妹之间的感情 告诉二姐 大姐最近因为一直为怀孕的事在打住孕针导致身体不失 所以母亲没有让大姐做重物 原来导致这一切的原因竟是大姐是三姐妹中家境最好的一位 所以大女儿志愿一直最受母亲的待见 相反二女儿美怨当初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嫁给了穷小虎 生活过得非常的拮据 每当逢年过节美怨只能在路边摊挑买一些便宜的礼物 可在大姐志愿的礼物前相比就无比的不堪入目拿不出手 母亲每次看到二女儿从一个靓丽的少女变成了拉里邋遢的家庭主妇 都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态度 可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表面上看去嫁尽豪门幸福美满的大女儿其实过得很悲惨 志愿的丈夫明希是一个洁癖狂 正要与妻子亲热时她却在关键时刻停下了动作 接着她将手去摸了一下志愿的腰脖 发现从娘家回来的妻子身体竟然胖了1.5斤 志愿只好尴尬地解释自己今天在娘家只是不小心多吃了两口 于是急忙向丈夫保证 从明天开始自己一定会好好运动把体重减下来 但这已经多出来1.5斤的肉让丈夫没有了兴趣 大半夜把志愿拉到跑步机上 直接将速度调到了最大 这让志愿只能咬着牙拼了命地按照丈夫的要求去做 而明希则回到屋内一边欣赏着音乐一边监督妻子跑步 根本不在乎妻子内心的感受 结婚多年的志愿一直想生一个孩子想改变现在的现状 为此她不停一直在打住孕针 而且还一直在检测体温找到最佳怀孕的时间 这天终于是一个千载难选的好机会 志愿兴高采烈地拦住了正要外出寻欢的帐路 希望她能抽点时间跟自己做一下夫妻之事 丈夫冷淡的态度让志愿瞬间失落至极 于是志愿来到二妹家想要调和一下姐妹之间的感情 却无意间看到了二妹夫妻之间恩爱的一幕 虽然二妹生活得很艰苦 但在志愿的心里莫名地生出了羡慕之情 一个幸福的家庭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理想中的爱情就是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 不抛弃不放弃得到所爱之人无私的合伙 二妹的爱情是志愿所期望的 而志愿富有的生活却是二妹所追求 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晚上回家后心情不好的志愿本想好好吃一顿 可丈夫不仅挖苦志愿就像猪一样 更是不允许她在自己面前闹情绪摆出个臭脸色 不敢吱声的志愿只好卑微地趴在地上清理地板上的水渍 但丈夫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妻子 夫妻两人对生活的想法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多金的丈夫只想像恋爱一样过着现在的生活 不想因为生孩子让妻子的身体变形而失去了心中对她的心 然而明熙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知道刚当的语气有些过分 明熙拿出一张无限额度的黑卡放在桌子上 让妻子到商场去消费缓和下心情 哪怕给娘家每个人买东西也都无所谓 但不要在家里在自己面前摆什么脸色 警告她如果再有下次 那么以后都不会再与她一起回娘家 隔天调整好心态的志愿拿着黑卡在商场疯狂消费 像这样只要没有孩子就会有大把钞票用的婚姻价值 你们觉得好吗 在岳父的生日宴上 穷女婿大汉淋漓山山矮池 上来就是对着岳父来了一句简单的生日快乐 而一边的岳母看着邋遢的穷女婿眼中无不是满满的仙气 等人到齐后众人开始对寿星老献上各自的礼物 老普一共有三个女儿 坐在身边的三女儿送给了父亲一双名牌的皮鞋 而坐在对面嫁进豪门的大女儿 更是送上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囚服 大女婿还贴心地为岳父写了一张生日贺卡 金大妈看见大女婿的贺卡后不禁乐开了花 因为大女婿从始至终都是她最满意的一个女婿 不仅多惊人长得还帅气 而且又细心又懂事 可等到穷女婿这边送礼物时 二女婿却在桌子下面死死地按着妻子的手 因为那一件几块钱在地摊上买的衬衣 她实在拿不出手 她不想看到妻子在父亲生日宴上在姐妹面前难堪 只好谎称来的太极一时忘记准备礼物 接着便从口袋里面把家里所剩无几的生活费拿了出来 她让岳父岳母拿着这些钱去旅游散散心 就当是送给岳父的生日礼物 二女婿的这一举动不禁让众人一时之间有点干的 不过岳父老普还是很给面子的收了钱 送完礼后众人就开始聊起了家常 多金的大女婿提议自己出资带着全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说完之后还热情地邀请二女婿夫妇抽出时间一起前往 二女婿想着妻子一直想去旅行便直接答应了下来 可二女儿觉得丢人直接拒绝了 一边的金大妈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趁着二女婿上洗手间的空隙一把将她拉到一边 把她刚刚送上来的钱全部还给 二女婿是什么生活条件做岳母的最亲自 女儿跟着这样的穷老公过着贫苦的生活让她很不满意 让二女婿拿着这些钱为女儿买点像样的衣服和化妆品 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在青春的年纪却活成了大妈的母帕 还责怪二女婿刚刚直接答应大女婿的旅游邀请 话里话外就是嫌弃她没有本事还一心想着给自己女儿幸福 她能家里心都没有 嗯 不是自己选的美怨不允许母亲责骂自己的丈夫 而众人听到吵闹声也纷纷跑了过来 金大妈对女婿区别对待的态度本来就一直让美怨心里很不爽 恼羞成怒的她表示现在的生活是自己选的 是好是坏自己无怨无悔 母亲不应该去伤害自己的老公让她受委屈 一场开心的生日宴会就这样破坏了气氛 而老婆坐在一边只是静静地看着 心里却是无味杂陈 她何尝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但对于女儿的选择她也只能一直默默地祝福着 等美怨离开后 小妹才发现了二姐刚刚没有送出去的衬衣 看着女儿没有送出去的礼物这让老婆很是心疼 回到家后 老婆希望妻子到二女儿家去看看 放下对二女婿的偏见 可固执的金大妈看见二女婿就恼火不愿前去 老婆只好独自前来 可刚要进门却无意间听到了女儿正在为筹集房租而犯愁 不想让女儿难堪的父亲放下手中的东西打算离开 不料下楼正好碰见了二女婿带着儿子回 见岳父大人来了 二女婿高兴地拉着岳父就向家里走去 见到了父亲的到来美怨也感到高兴 可下一秒当看见父亲竟然穿着她在地摊上买的廉价衬衣 这让美怨瞬间感动得泪流满意 父亲用这样的行动告诉美怨父母并没有嫌弃他们 虽然在饭桌上美怨一直在父亲面前 但老普清楚这是女儿不想让她担心而说的谎言 然而就在隔天二女婿为借钱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普再次找到她 坐下后将一笔钱给了二女婿 让她先拿去把房租交上 可二女婿怕妻子知道此事会责怪迟迟不敢收 老普坚持让她把钱收下 并告诉她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帮助他们了 随后在离开前嘱咐二女婿 一定要好好努力给美怨和孩子带来幸福 看着岳父离开像山一样的背影 二女婿哭着鼻子向父亲保证 等自己成功了一定加倍报答 而另一边生活富有的大女 虽然没有为了金钱而烦恼 但却是与丈夫之间一直没有孩子而交集不已 她做梦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不料这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月价迟迟没有到了 这让她瞬间开心地认为肯定怀了身孕 她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 希望丈夫与自己一起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而此时丈夫却是很疑惑妻子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怀孕 不过志愿并不明白丈夫话中的意思 依然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不能自拔 可这更加地让明熙感到疑惑不解 因为她在与妻子结婚前就已经做了断子绝孙手术 她跑到医院对自己的身体向主治医生进行再三确认 医生表示她是绝不会让妻子怀孕 可志愿并不知道这一情况 她始终坚信自己一定是怀了身孕 迫不及待的她还没到医院进行检查 就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娘家所有人 老两口听到这个消息直接乐开了花 八年来不仅美院着急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作为父母的比她更加的着急 如今一家人的心里终于是踏实了下来 毕竟有了孩子的婚姻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可就在饭后与母亲分别的时候 母亲得知女儿竟然只是推迟了四天的月假 连医院都没有去 她的心里瞬间没有了之前的喜悦 反而更多的是担心 志愿还告诉母亲昨晚做了一个开帽 扬言自己这次也要生一个像小妹那样聪明的孩子 母亲担心不确定的因素让女儿喜极生悲 想让女儿进到屋内再聊一聊 在女儿的心理上做一个预防措施 可志愿已经深信不疑自己就是怀了身孕 独自回到屋内的母亲满心都是为大女儿着急的母 因为八年来一直没有怀孕 这次连医院都没有去检查就说怀孕了 她无比地害怕 这是女儿心理上的意识错觉根本就没有怀孕 志愿回到家好好吃了一顿平时想吃不敢吃的食物 认为怀孕了就应该要好好地补充营养 丈夫回来看到这一幕并没有给好脸色志愿 而是斥责她竟然没有到医院做检查 就把怀孕的是弄得识人皆知 然而事实再次狠狠地给了志愿一击 姗姗来迟的月嫁却是在当晚汹涌而来 这使得志愿无比的痛 明熙为了安慰伤心的妻子将其带出来约会 她看似难过的表情下却是掩盖着满心的欢喜 因为她早知道志愿是不可能怀孕 她假装难过地让志愿不要太伤心 孩子的事慢慢来 为了讨妻子开心 明熙直接将自己名下的一座办公楼转移到她的名下 然后在一番话言巧语之下 志愿悲伤的心情这才好转了钱 可她殊不知 只要她一辈子与明熙在一起 那么她将永远都不会有孩子 转眼明熙满眼泪花装出一副心疼的模样 把真相告诉了岳母 岳母一听当即就急眼了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明熙一副好男人的模样安抚岳母不要太伤心 并承诺就算是没有孩子 自己也会一如既往地深爱着志愿给她幸福 而不知真相的岳母被女婿的一番话感动得潸然泪下 不愧是自己一直疼爱的好女婿 而自私一心不想要孩子的丈夫 根本不去体会作为一个女人 八年生不下孩子所面临的痛苦 在她的房间里 她只希望有美娇妻的陪伴 并不想让孩子的奶味和哭声充满她安静的世界 志愿不得不按照丈夫的要求 乖乖去称量了一下体重 果然如丈夫所料 妻子的体重最近因为不注意饮食增加了五斤多 丈夫看到后直接用言语不断地打击志愿 在她的言语 志愿只有保持她满意的身材和美貌 才是志愿的主要任务 如果这两样最后都没有的话 那么志愿根本一文不止了 丈夫的一番话顿时让志愿休脑承诺 直接把称狠狠地摔在地上 愤怒地表示自己再也不想过 这种没有自由压抑的生活 但志愿的抗议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却是让丈夫用另一种方式 告诉她必须接受现在的生活 丈夫的一番举动瞬间让志愿在品剧中恢复了清醒 所有人都在羡慕志愿嫁给了一个多金的丈夫 过着富有的生活 可谁都看不到在志愿微笑的后面 藏进了多少心酸与痛苦 这样的生活让志愿总是无意间想起了 与初恋之间的感情 虽然过得贫穷 但是却过得很轻松很快乐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富贵只知多金丈夫香 平淡才知穷出恋好 现在已经是与近千物是人非 衣食无忧的志愿内心充满了忧伤和空虚 她再也找不回曾经的美好 不料丈夫无意间得知了 妻子在结婚之前与别人有过一段感情 这对控制欲极强的她来说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 喝醉的丈夫回到加粗一大发开始折腾志愿 只见她拿出一打现金全部撒在了地上 撒完后还抓住志愿的肩膀 让她给自己笑一个 完全把志愿当作成了一个酒吧的陪酒女一样看待 可怜的志愿不仅心理上承受着丈夫的折磨 为了保持丈夫满意的身材 连身体都受到了最惨 半夜总是在睡梦中恶行 只能偷偷跑到厨房吃剩饭剩菜 可还没吃几口 却被起来喝水的丈夫给逮个正着 这样容易变胖的暴饮暴食 让本就心中生气的丈夫更加的不爽 而这次的志愿却并没有向丈夫低头 并表示自己宁愿变成猪 也不愿就这样活活被饿死 丈夫对妻子有一种偏执和霸道的爱 只要妻子一直保持 丈夫心中那种苗条淑女的母意 不管什么要求都可以去满足她 平时只要发现妻子胖了那么一点 就会立刻对妻子失去兴趣和耐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 在岳母的眼里却是个万里挑一的好女婿 因为她每次跟妻子回到娘家 她都会偷偷地给岳母献上一笔她的笑心 一番甜言逆于把岳母哄得合不拢嘴 在岳父这边她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笑心 可这样的方式并不被岳父看厚 她知道女婿是一个富有的家庭 她不求女婿能给她带来什么 但只求女婿好好地对待自己的女儿 不要让她受委屈 因为就在昨晚 她无意间看到了女婿左拥右抱 从酒吧出来的婴儿 不过此时的岳父并没有当面拆穿 明晰自从知道妻子曾经在婚前 有过一段恋爱的感情 每次在妻子回来稍微晚一点 就会上前询问 还要查看手机中的信息和聊天记录 在明晰的世界 妻子必须按照她所要求的方式活在她身边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为了自己现在的家庭 志愿只好低头向丈夫道歉 来缓和彼此之间的气氛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 让志愿实在无法接受丈夫的所作所为 八年来一直没有孩子 是志愿心中不可磨灭的剧透 既然夫妻生活都是正常的 竟还怀不上孩子 那么就肯定是身体出了问题 她鼓足勇气让丈夫到医院做一个身体检查 可偷偷已经做过断子绝孙手术的明晰 怎么敢去医院 她认为这肯定是两个小姨子 在妻子耳边吹的风 竟毫不遮掩地警告妻子 以后最好少跟那两个穷的叮当响的 小姨子在一起闲聊 他们就是在嫉妒我们有钱 在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这一句话让志愿心里很是不爽 明晰为了能够彻底打消妻子心中的猜疑 她连忙让医院的朋友 做了一个假的身体健康报告 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比一般人都强 看到报告后的志愿也就无话可说了 虽然她表面上对此感到十分开心 但她的心里始终怎么也高兴不起 既然两个人都没有问题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于是求子心切的志愿无奈之下 只好准备去做人工受精 可做贼心虚的明晰听后极力地反对 二人也因为这件事都是每天争吵连连 眼看事情瞒不下去了 明晰也只好把自己不想要孩子的真相说了出来 把自己婚前就劫渣的事情都告诉了志愿 志愿一听内心直接崩溃背后发凉 她实在不明白丈夫为何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 在志愿的质问中明晰竟突然潸然泪下 原来明晰一直不想要孩子是受到亲生父母的影响 因为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父母的疼爱 所以坚持不要孩子就是不想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受苦 可这样的真相让身为女人的志愿无法接受 就算丈夫再有钱又有何用 她也不希望一辈子当不了母亲 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这个家 结束她在这个家一直装出来的幸福 明晰愤怒地阻止志愿的离开 更是为了留住志愿不惜跑到窗口用自杀来威胁她 心软的志愿也成功地被明晰给吓到 随后明晰跪倒在志愿的面前 她不断地道歉第一次祈求志愿不要离开自己 更是为了稳定志愿的情绪 她承诺明天就会去做手术恢复自己的生育能力 扬言志愿想生多少她都会愿意配合 但明晰苦苦地哀求夏志愿选择了相亲 但这八年来受到的欺骗和伤害 让妻子还是决定与丈夫离婚 可丈夫却直接认为妻子失望不了前男友 将一张照片丢给了志愿 原来明晰偷偷从妻子的背包中找到了她与前男友的合影 警告妻子如果敢与自己离婚 就把她与前男友的事情告诉她娘姐 志愿对丈夫的行为越发地感到恶心 直接把照片撕毁表示自己与前男友现在没有任何感情 对于妻子执着要离婚的态度 明晰终于是爆发仪器之下便动手打了志愿 她告诉志愿自己是绝不会同意离婚的 因为她的人生在外人的眼里是那么的完美 她绝不会让离婚成为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污点 志愿看着自己脸上的伤痕 她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离婚的想法 于是志愿没有在犹豫直接向明晰递上了离婚协议书 可明晰直接当场撕毁 警告她如果想通过诉讼离婚 自己是一分钱都不会让她带走 妻子的态度让明晰更加地认为 就是妻子忘不了前男友刘全 她把一切责任都怪在了刘全的身上 怒气冲冲跑到刘全工作的地方狠狠地给了她一众权 心疼的这才知道志愿受到了明晰的家暴 事已至此志愿把自结婚以来所受到的委屈全部诉说了出来 刘全也没有想到 当初执意离开自己选择高富帅的志愿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性格 志愿询问刘全当初是不是很后悔没有抓住我 这一句把刘全问得很恼火 她气愤地告诉志愿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然而就在志愿无论怎么样都要与明晰离婚的时候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不得不让志愿委屈求全 二女婿为了赚钱急功心切被骗干了些非法的买卖给警方抓了钱 而明晰作为家里唯一一位有钱有势的人 岳父只能出面拜托大女婿脱关系把二女婿救出来 而大女婿这时也很乐意出面解决此事 为此她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把二女婿安全地从警局中救了出来 于是明晰便借着二妹夫的事来威胁志愿 如果我现在不管二妹夫的事 她还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送进监狱 现在我们还是夫妻那么我就必须管这个事 要是你执意离婚的话那就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让志愿瞬间陷入到了艰难的抉择之中 随后明晰还告诉志愿自己已经做了恢复手术可以要孩子 可此时的志愿已经没有之前的渴望反而更加地感到恶心 她完全不想再与丈夫生孩子 因此她每天都在偷偷地吃蝌蚪隔皮养 可正当女人不顾一切要离开男人的时候 不料女人的妹夫因为被骗必须得到有钱有势丈夫的帮助 不然妹夫就会进到监狱 女人为了妹妹只好忍辱负重继续留在丈夫的身边痛苦地活着 最久的志愿跑到二妹家进行了抱怨 可二妹并不知道此时的姐姐到底承受了怎样的痛 在她的言 姐姐与姐夫看上去是那么的美好恩爱让人羡慕 当明晰被二妹叫来的时候志愿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二妹关心地询问他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吗 然而明晰却是违心地告诉他们 姐姐是因为担心二妹夫的事心里难受才喝了这么多酒 这句话把二妹夫妇俩搞得很过意不去 连连道歉表示让姐夫与姐姐为了他们的事受苦 志愿跑到二妹家诉苦让明晰心里同样很不爽 她庆幸的是志愿并没有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说出来 回来后直接把志愿丢进洗澡盆 打开花洒用冰冷的水对着志愿 警告她最好管住嘴不要乱说 痛苦的志愿眼中的泪水与洗澡水混合在一起一同掉落 她很后悔当初才迷心窍选择了这份感情 既然逃不掉那就想办法对明晰进行报复 明晰有一个唯一的优点那就是钱多 志愿就要看看明晰到底有多少钱 她来到奢侈品店只要是能买的全部让店员包钱 她的报复计划就是疯狂地消耗明晰的财产 在这里正好遇见了三妹 立马毫不吝啬地让三妹喜欢什么就大胆地买什么 这消费阔绰的行为很是让三妹羡慕不已 她询问三妹 你觉得你的姐夫是个好男人吗 此时的志愿也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得到尊重那就得要用自己的事业 可控制于极强的明晰直接就否认了志愿自立更生的想法 因为在她的眼里 志愿只需要做一个无所事事围着她转的固体 志愿不想就此放弃自己的想法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把明晰带给她的痛苦转移出去 不料这时明晰却是从抽屉里拿出了几盒避孕药扔在了地上 原来她早就发现了志愿在偷偷吃药的事情 既然已经暴露志愿也没有必要隐瞒 表示就算是死自己也不会与她这种男人生孩子 志愿的反抗把霸道的明晰彻底寂寞 一把夺过志愿手中的钱包 没收了她所有的银行卡 然后丢给了她几打钱 告诉她如果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来与自己对抗 那么以后就用现金的方式给她每月最低的生活费 直到她改变心意为止 而且还把家里的保姆赐亏 让妻子体会一下没有她这个有钱的丈夫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看着妻子最近发胖的小肚子 丈夫直接让她放下筷子不允许吃饭来保持自己满意的身子 而且让妻子还像保姆一样站在一边服侍她 志愿面对丈夫的侮辱气氛的想要直接离去 却被硬生生地给拉了回 明晰必须要让志愿无条件按照她说的去读 想到自己的家人志愿只能在丈夫的怒火下乖乖听话 但丈夫并没有就此放过她 父婷的挖苦志愿这些年过得太舒服连饭菜都不会读 让她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自己每天都要回来吃饭 明晰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击垮志愿心中那倔强的尊严 如果眼睛能杀人 此时的志愿应该要把眼前的丈夫千刀万挂 几天下来从不为金钱发愁的志愿发现自己没钱了 明晰告诉她 只要她低头认错并保证以后按照自己所说的去读 那么就会让她再次享有之前用之不完的钞票 坚决与丈夫反抗到底的志愿依然不愿低头 于是她将自己平时买的奢侈品拿到商场想要退掉来换取足够的生活费 怪不得女人那么喜欢买奢侈品 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不料这一幕正好被前男友看见 甘大不已的志愿不想让刘全看见自己狼狈的一面急忙离开 而刘全从店员的口中才得知志愿竟然是来退商品换钱 意识到志愿可能出了什么事便急忙追了上去 志愿变卖东西的行为很快被明晰发现 直接取笑志愿现在竟然为了一些钱做出如此丢脸的事 再次表示只要她认错就马上可以回到曾经的阔台 志愿坚硬的态度再次让明晰怒火冲天 她命令志愿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绝不允许让她把用自己钱买的东西拿去变卖 可志愿最后忽略了脖子上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 明晰毫不客气地一把暴力的僵器给扯了下来 不料这也导致了志愿脸上意外受伤 然而明晰没有一点心疼反而看着志愿的采样感到好笑 就在二人为此要大打出手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原来是志愿的前男友刘全 志愿慌张地向屋内的明晰谎称是物业保安 二人来到公园 刘全一眼便看到了志愿脸上的伤痕 虽然志愿极力地掩饰着内心的痛苦 但刘全还是能猜到志愿所生活的悲态 于是决定要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娘家 然后带着她离开这里 此时的志愿虽然渴望跟着刘全离开 但她还是无比地顾及彼此背后的家人怎么办 可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志愿终于在明晰的折磨下已经崩溃得快要疯掉 只要明晰不在家里 志愿就会拿出所有的食物疯狂地往嘴里散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无处宣泄恐惧地心里放松下来 可她却忘了今天是到三妹家家庭聚会的日子 明晰打了无数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志愿 最后全家人担心志愿都来到了明晰的家里 可依然不见志愿的身影 金大妈来到餐厅看见餐桌上一片狼藉很适宜过 就在这时桌下传来响声 众人急忙蹲下身子进行查看 而金大妈被眼前看到的荧幕被吓得连忙把老公叫了过来 原来是志愿精神恍惚瑟瑟瑟发抖地躲在那里 已经嫁出去八年之久的女儿痛苦地祈求父母帮帮自己 本以为说出真相父亲会帮助她脱离丈夫的魔掌 可结果让女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她不仅没有逃离魔掌却成为了父母所认为的恶魔 原来志愿被丈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一幕正好被前来的父母看见 可当岳父岳母着急地质问女婿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那样的时候 明晰却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表示自己也一无所知 可一边的岳父却若有所思地再次质问明晰真的不是你的原因 因为她之前看见女婿不雅的一幕 所以怀疑女婿的丑事是不是被女儿发现才导致如今的精神失常 众人来到房间只好直接询问志愿 这时明晰装模作样地上前去关心妻子 可志愿却直接反感冷漠地躲开了 地旁的父亲看见这一幕更加地确定女儿的是肯定是女婿的原因 于是便将房间内的其他人全部赶了出去 只留下金大妈一人陪在女儿身边 随后父亲再次询问女儿在家里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委屈 让她不要怕全部都说穿 作为父母的我们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有了父母的支持让志愿再也绷不住了泪如雨霞 接着便将明晰所作的荒唐之事全部说了穿 可金大妈听后第一反应不是去心疼女儿 而是完全不相信温文尔雅的好女婿是那样冷心的男人 不过父亲却是完全相信女儿的话 面对岳父岳母的斥责 明晰再次装出一副更加委屈的模样 不仅不承认自己做过断子绝孙手术 反而是将志愿藏起来的避孕药拿了出来 声称受到伤害的人是自己 一直不想生孩子的人其实是志愿 她把所有的责任都诬陷到了志愿的身上 把她自己说成了被骗的受害者 但明晰有理有据的情况下 志愿的辩解显得是那么的无力 梁老很是痛心地相信了明晰的法 不料明晰此时还趁机向志愿泼去脏水诬陷她之所以不愿生孩子 完全都是志愿的前男友在其中做个 金大妈这才明白当初女婿为什么要去打溜卷 这下还以为能得到父母帮助的志愿 但明晰的一番颠倒黑白之下成了伤害丈夫的坏女 此时的志愿真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百口莫辩 最终志愿跟着父母回到了娘家赞主 本以为回到娘家就不会受到明晰的折磨 谁能想象得到明晰这些年因为一直在讨好金大妈 早已在金大妈的心中塑造了一个完美好男人的形象 始终不相信女婿会做出伤害女儿的事情 直接怀疑是女儿与前男友藕断丝连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这让志愿感到很是讽刺 家里人全部都在为多金的女婿着急 却把她当做成了坏人 而接下来虚伪的丈夫为了更进一步地 让志愿感到绝望逼她回到自己身边 直接利用自己深入娘家人心中的好形象肆无忌惮抹黑志愿 志愿二妹夫案子还必须要明晰出面帮忙 二妹夫妇生怕姐姐与明晰离婚导致明晰对她们置之不倫 然而明晰直接告诉她们 自己早就把她们当做一家人了 不管自己与你的姐姐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 你们的是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解决 这一句说的二妹夫妇热泪盈眶感动不了 这么好的男人姐姐怎么就不懂得真心 二妹质问明晰是不是姐姐在外面有男人了才这样 这就是明晰所想要看到的 她没有直接承认 反而装出自责的模样说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都是自己的错 不要去怪你姐姐 这让二妹夫妇直接认定是姐姐有了别的男人才抛弃姐夫 二人回来后就摆出一副臭脸色给志愿看 并责怪姐姐把姐夫折磨得茶饭不思都受了好几斤 二妹的话狠狠伤害了志愿的心 要不是当初为了二妹夫的事 她也不至于忍辱负重走到今天 虽然二妹不知道这其中的真相 但是这种众叛亲离的感觉让志愿的内心一时之间疼痛至极 可让志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二妹竟然告诉父母姐姐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说这是姐夫自己承认的事实 还有所怀疑的父亲决定要弄清这件事 志愿跑来警告明晰不要去利用自己可怜的二妹来对付她 而明晰却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十分的满意 不料就在这时 志愿倒为了弄清事实也来到了这里 明晰很快察觉到了岳父到了门外走路的动静 于是明晰立马来到志愿的身边转变了一副嘴脸 直接就跪在了她的面前 请求志愿把过去的事全部忘记回到过去 不要因为前男友留权而抛弃自己 就在志愿不明所以明晰是个怎么回事的时候 在外面听见一切的志愿把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此时的父亲彻底对女儿失望透顶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疼爱无比的女儿竟然做出败坏道德的丑事 志愿满面泪水地恳求父亲要相信自己的清白 可在明晰之前的一番作秀下让父亲实在无法相信女 此时的明晰为了更进一步地证明事实的真相 还拿出了一打照片递给父亲 里面全部是志愿与刘全在公园私下见面的证据 原来明晰早就让人在暗中跟踪志愿 就是要拿到这样的证据去污蔑志愿让她无话可说 但明晰的一番操作下志愿直接百口莫辩 父亲斥责女儿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送败俗之事 而父亲的这番话彻底让志愿感到了绝望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连父亲都不相信自己了 面对这样的事实父亲血压飙升昏倒获取 随后他们把父亲送回家休息 讽刺的是 现在全家人都对明晰感到特别的愧疚 认为都是因为志愿的原因让女婿受苦 明晰见状装出大肚的模样 把所有的责任都说到自己身上 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志愿 明晰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了独自坐在外面的志愿 跑过来告诉她不要再做抵抗抛开自尊 像以前一样回到自己的身边生活 志愿本来是带着母亲 找到前男友刘全来证明 并不是因为她才选择与丈夫离婚的真相 不料刘全却是直接跪在了金大妈的面前 表示往后余生愿意来照顾志愿 一直深深爱着志愿的她不希望再看到志愿继续受尽折磨 刘全的这一番操作更加让金大妈确定女儿离婚的事就是她的关系 其的志愿在一边不停地解释 金大妈气得直接站起身来告诉刘全不要做着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美貌 扬言就算自己的女儿离婚也不会让她做自己的女婿 刘全妈听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被别人毫无底线地侮辱 气得直接上去耗住金大妈的头发 真是一件让志愿剪不断理还乱头痛的事情 二人来到公园 志愿埋怨母亲从始至终都没有改编络 从小母亲就像念诅咒一样每天都在自己耳边说 长大了就要找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出家 她真不知道母亲到底是爱自己才那样说 还是为她自己找个有钱的女婿 于是逼着女儿回去好好跟女婿过生活 让她不要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心灰意冷的志愿最后还是回到那个充满恐惧和压抑的房子 得知志愿被赶回来的明希沾沾自喜地准备在志愿面前炫耀一番 可她翻遍了家里任何角落都没有见到志愿的身影 最后在餐桌上发现了志愿留下的纸条 上面写着我不会低头四个大的 原来志愿收拾好行李独自踏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 明希虽然感到生气但她却是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志愿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视之下 很快明希按照定位来到一家珠宝店门口 而此时的志愿因为身无分文 只好把结婚戒指卖掉换取所需要的开销 拿到钱的她却是按照她之前的生活习惯 直接就住进了星机酒店 在只属于自己的空间 近日来所有压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终于放松了下 而明希也跟到了酒店 她倒要看看志愿等把所有的钱花完后会试了什么下场 于是明希打电话把志愿离家出走的事情告诉了岳母 让家里人不要去管志愿更不要借一分钱给她 说自己一直在监视着志愿 一定要让她冷静后知道错了才能让她真正的回来 岳母为了女儿能与女婿复合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隔天明希打电话让二妹去开岛开岛姐姐 可让二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本来是来开岛的却是被姐姐的行为狠狠地打击了一分 因为志愿过惯了高额消费的生活 二妹看着姐姐光做个头发和美甲就花了将近一百五十万 这才知道姐姐的生活到底是多么的奢华 真是惊掉了二妹的双下巴 而另一边的明希觉得志愿还没有认清现实 除了自己这种让她肆意消费的财阀丈夫以外 她还能到哪里有这种待遇 认为要不了多久志愿就会老老实实回到自己身边 而此时的志愿依然斗志盎人 发誓不管怎么样都要与明希战斗到最后一口 可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她很快就一贫如洗 就在她不知所措之时 丈夫出现在女人面前拿出一张不限额的信用卡 只要她回去像以前一样好好与丈夫生活 就可以不再为花钱而烦恼 虽然志愿一心想要逃脱丈夫的魔掌 但明希的做法确实让此时捉襟见肘的志愿内心变得犹豫了起 为了更进一步击垮志愿的自尊 明希奉劝志愿不要想着去找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 虽然志愿是名牌大学毕业长得又好看 但是这些年因为一直在明希给予富有的生活环境下 从来就没有去工作过 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妥妥的就是一个大花瓶一样的存在 谁会去招聘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工作 明希毫不避讳地告诉她 她难道要去出卖身体做陪九女不成 明希说的真真见血不得不让志愿看清这就是事实 她心情低落地回到酒店房间 可明希还是低估了志愿想要与她离婚的决心 刚刚明希的一番话让志愿也彻底地看清了自己现在的人生价值 等明希来到房间的时候志愿早已消失不见 而且这次并没有戴上手机 这也使得明希再想轻易找到志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志愿未证明自己可以靠自己独立生存 竟跑到了一家餐馆做起了最底层的服务生的工作 此时的她才体会得到 当初二妹为什么对自己大手大脚用钱的行为感到愤怒 原来就是挣那区区一百块钱都必须要汗流加倍 不过这却是让志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娘家人得知志愿消失不见而着急不已 不过很快通过各种手段打听到了志愿现在工作的地方 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这里受苦 母亲瞬间心疼得泪如雨下 于是拉着志愿回去和财阀女婿好好过日子 她实在搞不懂女儿放着阔太太不做却跑来这里受苦 财女儿这次是铁了心的要为自由而战 母亲也无话可说只好无奈地离开 等金大妈离开后明希也紧随其后地来到这里 进到里面后正好看见了志愿被几个男客人强行让起陪酒 这使得明希瞬间暴怒 上去就是一脚踢翻了餐桌 然后逮住志愿就是毫不客气的一顿读的 试则志愿难道离开自己就是为了不这样的生活吗 你知道我有多关心你吗 你却跑到这里来用这样的方式回报我吗 随后明希也不得不再次顾忌重施利用二妹夫案子的事做威胁 只要志愿敢离婚 那么二妹夫的事她将会置之不如 可下定决心的志愿已经不再去顾及任何事情 还好二妹夫也意识到了大姐与姐夫之间感情上闹的不可开交 为了不让大姐为难 二妹夫告诉明希自己的案子以后不用她操心 是坐牢还是怎么样都听天由命 明希心里很是不爽 这让她瞬间失去了能牵制志愿的把柄 果不其然隔天明希就收到了志愿寄来的离婚协议 原来这次志愿是直接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诉讼 连饭都吃不起的志愿竟然能请律师 这让明希直接认为这又是志愿的前男友在童中作梗 志愿懒得听明希的废话 直接警告她如果不配合离婚 就把她所有家暴和劫杂的丑事说出去 让她在她自己的家族中丧失所有的颜面 这次明希感觉得到真的要失去志愿了 也直到此时才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 回到家在房间里面嗷嚎地痛哭了起 但明希并没有就此放弃 她假装同意离婚把志愿给骗回到家里 但当志愿回来后就立马变了一副嘴脸 认为志愿并没有证据能证明她家暴和劫杂的证据 就算在法庭上说出来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志愿见明希如此卑鄙无耻气愤地准备离开 却是被明希一把给抓住 这次让志愿回来她就没有打算让志愿离开 明希凶残地把志愿拉进房间对着她开始进行家暴 可就在这时丈夫突然惊恐地发现房间里面 竟然还藏了另一个男人 等男人不慌不忙走出来后 丈夫这才看清眼前的男人竟然是妻子的二妹夫 原来二妹夫是志愿让妻提前躲在卧室的 就是为了收集明希家暴的证据 这下明希彻底慌了 直接动手想要把二妹夫手中的证据给抢过来 可遗憾的是 看似强壮的男人竟然连一个比她瘦弱的人都打不过 不管她再怎么努力 最后也只能痛苦地看着志愿带着证据扬长而去 志愿被家暴的真相终于被全家人知道 金大妈也终于看清了表面温文尔雅的女婿竟然是那么的可怕 身为母亲的她为女儿的遭遇悲痛不已 责怪志愿为什么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不早点说出 志愿很是无语 是我不说吗 是你们根本就不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随后金大妈带着极其失望的情绪冲到明希家 而明希却还想着恳求岳母帮忙挽回志愿继续这段婚姻 看清真相的金大妈对着明希就是一顿大骂 表示永远也不会原谅她对自己女儿带来的痛 警告她最好趁早放弃抵抗签下离婚协议书还自己女儿自由 这下明希真的已经无力回天了 她确实很爱志愿 失去了志愿她感觉就像失去了一切 然而她把自己失去志愿的原因全部怪在了刘全的身上 认为就是她的蛊惑才让志愿离自己而去 她开着车飞速地朝着远处的刘全冲了上去 明希最后还是理性战胜了冲动改变了方向撞在了一边的墙上 结果却导致她的头部受伤昏倒过去 刘全紧急把明希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并通知了金大妈前来 而得到消息的志愿坚决不到医院看明希一眼 而是一直在家里祈祷着明希尽快醒了 因为离婚协议书还没有签字呢 事到如今的志愿可不想再次错过对刘全的这份感情 要是这次刘全因为她而死 她不敢想象自己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志愿表示 等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一定会正大光明地站在她面前 让刘全无论如何都要等自己 可就在他们畅想未来的时候 另一边的明希却是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 不过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醒来后的明希竟然失忆了 而她的记忆也恰好只停留在了马上要和志愿结婚的前几天 医生告诉志愿 像明希这种就是典型的受伤后因为精神压力导致选择性失忆 这让志愿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认为明希就是在撒谎来逃避离婚的 如果明希就这样一辈子都找不回家暴的记忆 那自己又该怎么办 自父亲得知美院被家暴的事实后 这次站出来表示不管明希现在是什么情况都支持志愿离婚 可母亲的态度却是恰恰相反 她觉得毕竟在这些年 明希是对他们这些父母的孝顺是真真切切的 也是三个女婿中她最喜欢的一个 早就当做儿子在看待 母亲表示不能在明希失忆的时候马上去提出离婚 让志愿不管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都必须要等明希的父母回来再做最后的决定 没过多久明希的母亲就回到国内 对于志愿提出的离婚明希妈感到很是诧异 但她的认知中志愿就是一个很爱钱的女人怎么突然就变了 告诉志愿别想着离婚后会分得多少财产 如果之前是为明希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会得到恨缩 可现在你执意离婚那么你得到的一定会让你失望 毕竟自己当初就是从你的情况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志愿告诉她为了离婚自己可以什么都不要 最后明希妈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同意了她的离婚要求 随后志愿就把婆婆已经同意她们离婚的事告诉了明希 明希用自己的真诚奋力地挽留这份感情 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只求她不要离开自己 但是腹水已经难受 志愿的心里也已经把所有的感情全部交给了刘娟 此时的她只希望彼此之间忘记那些不好的回忆 各自开始各自新的生活 明希责怪母亲没有阻止志愿离婚的决定 母亲却觉得好笑 世界虽小但漂亮的女人却很多 为什么要去挽留一个执意要离开的女人 并告诉明希 她不会让志愿从家里带走一分钱 就像她当初刚来的时候一样空手将她拧出去 这就是他们家处事的风格 一切以金钱为上 母亲没有对受伤的儿子送上一句关心的话 只告诉她这就是你身在这个家的命不能怪任何人 短暂的停留后就急匆匆的离开了 明希在医院发现了志愿接受抑郁症的记录 经过了解才得知 志愿是长时间在家里累积的痛苦和压力才造成的 终于知道自己自私的爱带给了志愿多么大的痛 看着志愿与刘全在一起展现出来开心的笑容 明希还是第一次看到志愿这么的开心 至此她也终于知道自己该要如何去面对这份感情 也许选择放手就是自己对志愿最好的爱 长达数年的痛苦婚姻终于彻底结束 志愿的内心终于是得到了解脱开心的嗷嚎大哭 明希向金大妈做了最后的告别 也把自己埋藏在心里承受的痛苦说了出来 自己之所以害怕要孩子 就是因为受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影响 父母的人生哲理一切都是以金钱和地位为主 这也导致了家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亲戚 有的时候反而还比不上一个陌生人 从小自己就加在父母之间成了他们的出气头 自己也是被保姆一手带大的 所以这样的家庭环境让我害怕拥有自己的孩子 害怕孩子因为这样的家庭也会与自己一样的生死 这让金大妈心疼之极 明希最后也给志愿留下了一封道歉信 信中满满都是明希这些年对她所带来的惭愧和歉语 为了让志愿彻底忘记给她带来的痛苦 明希决定带着对志愿的爱永远消失在她的世界里 她来到了偏僻的乡下 像志愿一样去追求人世间那种自由的向往 而志愿为了弥补八年前失去真爱的过错 直接答应了刘全的求婚 经历了这么多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所真正向往的未来